大家好 这节课呢为大家分享 万年粒的使用方法 那上一节课我们讲了起挂的方法 起完挂以后呢 我们就要把万年粒翻出来 要把这个挂装出来 那么当下你起挂的时间怎样查询呢 就要知道一点最基本的立法知识啊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天机六摇排盘上面的万年粒啊 这是一个软件天机六摇 它后面呢有一个万年粒 然后呢我就把它做了一个截图 我们看啊这个万年粒 上面的是啊年干年枝新丑年啊 人成月人影日然后极有时 我们学习八字也好六摇也好 那么这种排天干地枝 用排的出来表达年月日的方法呢 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基础知识需要掌握 那这个万年粒当中 那这个万年粒当中这个一二三四五 这种数字阿拉伯数字呢就称之为 现在的阳粒 这是全球公认的啊 这种粒法是阳粒 我们讲的这个数字叫阳粒 那么这个里面的阴粒呢 是这个汉字啊 这叫做阴粒 这是阴粒啊 我们要会看万年粒就可以 那么甘之粒呢 是取就别于阳粒和阴粒的啊 那比如我们看这个 这个四月四日清明 那么在这下面我们可以看到 我把它放大让大家看啊 放大呢 你看的会非常的清楚 因为这个截图下来 它本来就不太清晰啊 我们把它放的足够大 大家看 看这里就能看见吧 这里呢写的是什么 清明是四月四号 2021年四月四号21点35分 那这个意味着是什么呢 清明代表的是成月 开始进入成月啊 这个呢 要需要进行一些 最基础的地支的讲解啊 我们学地支的时候呢 会再来讲这个月份 所以大家不要着急 先把万年粒汇认就好了 然后我们会在排挂的时候呢 能把它排出来 所以这个呢 是交结的日子 大家记住这一点 这是核心重点啊 如果你起挂的时间 在四月四日的早晨 早晨九点钟 那么对不起 你都是什么月 某月啊 都不属于成月 因为紫月 丑月 银月是真月啊 我们从银月开始 某月呢 就是二月 所以说 成月呢 要进入清明 才叫成月 而不是按阴历的那个成月啊 记住这一点 这是很多人都区分不清楚的 在这个时间以前 和时间以后 所以说 如果你是手排盘呢 分不清 刚好是清明这一天 交结这一天你起挂 那么最好呢 是用电脑排盘 你把挂起好以后 用电脑排盘 电脑呢 是不会错的啊 这一点是需要知道的 那好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 灵光六摇上 它有一个方便的万年里 我做了一个截图 这是灵光六摇上的啊 它这个万年里 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它在每一天里呢 它就把天干地址装好了 看 它就非常清楚啊 比如你像这个 这个日子 像这个新丑年 丁有月啊 今年不是丁有月 鬼害日 今天是12号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是鬼害 这个鬼害就写的很清楚 那你如果是今天装挂呢 你就可以看到 今天的天干和地支啊 这个叫干 这个叫支 所以说 这个万年里呢 有这个万年里的好处啊 所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你认为自己用哪个顺手 你就用哪一个 所以说排盘 手排盘呢 它有的时候会产生错误 那么如果你用电脑排盘呢 就会避免这些错误啊 好了 这个今天的内容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下面对这个干支力的看法 还不太会的呢 多去练习几次呢 就能够练出来了啊 还有这个二十四节气 一个月里面呢 是分两个 一个节一个气啊 一个月里面 把这个知识点刚才忘了 你看这个四月呢 它就是一个清明是节 一个古语呢 它就是气 所以叫一个月里 有两个节气 说是有两个节气 是指没有把节和气分开啊 分开是一个节一个气啊 所以说 关于这个立法方面的东西呢 我们就简单讲这么多 有想深入学习呢 大家可以课外再去补充一些 这方面的知识点啊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